赚钱或者是事业 都是一种交换的过程 交换价值的过程更精准的讲 那么所以说 如果我们真的要能够赚到钱 就要回到这个交换的价值 是否已经被你认可 被自己认可了 当这个认可度越来越高 这个价值度越来越高 这个内容度越来越真实 精实的时候呢 他所换得的价值 所换得的金钱 所达成的事业的这个 丰富度就是必然 就是必然会往这里前进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讲的 其实是跟宣传无关的 是跟怎么样去做商业化 是无关的 它是自然有一个能量在这里 那么这个能量如果是不灭的 它就继续会滚动 继续会加成 继续会产生效果 当你这个内在力量 追求价值的这个力量 足够强大的时候 这份爱承诺跟认可 带来了金钱的自然而然的发生 带来事业成长的自然而然的发生 人生全方位 卓越成长 大家好 我是亚瑟老师 今天是开工日 那么先要祝大家 开工大吉 那么我也在今天呢 就开路了 那么除了祝大家开工大吉之外呢 我想进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呢 都带着一份祝福 带着一份可能性 这个可能性就是祝福大家 在这个新的一年呢 所有的成功发展 卓越跟快乐都属于我们 好 这样好吗 当然这个也是设立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 在这么多的实践过程当中 发现了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秘密通道 带来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内在的通道 那么内在迈向这个全方位发展的这个通道 那么在这一系列的节目里面呢 我们之前分享了三个主题嘛 那么之前的分享就是身体上的平安啦 情绪上的平安啦 事业金钱上的平安啦 这一集开始呢 我们要讲最后的第四个主题的平安 那么就是心灵上的或灵性上的平安 那么什么是心灵上或灵性上的平安呢 不管各位有没有信教 或是说有没有一个宗教信仰等等 这个都能够带来所谓心灵上或灵性上的平安的 但是就像我们在这个第一集所谈的 那么我们要去到心灵上或灵性上的平安 我们中间是一定要穿越一个叫做 跟这种平安相对的一种情绪状态 或者是一种心灵的状态 那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中间要穿越这个区域呢 就是恐惧害怕受伤难受 以及所谓的担心忧虑等等 也就是说这一中间的这一个这个感觉呢 这些负面的感觉呢 跟所谓的心灵上的平安的 灵性上的平安是属于相对的位置的 相斥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不可能不经由 扫除这些呢 去到心灵上的平安或灵性的平安 但是好闻的是呢 这一些的扫除工作竟是如此的迅速 竟是如此的可以 这个不需要太费工夫的就能够解决 但是当然难也难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怎么样去消除这些负面的情绪 跟这一些感受呢 恐惧啊 担心啊 害怕等等 我们当我们现在里面的时候呢 这个又是非常难解决的 或者是说呢 我们这个觉得自己做不到 或是觉得这个环境不允许 或觉得这个目前太困难了 所以呢 我们选择了不相信这些会消除 那如果我们选择了这些不容易消除 或难以消除的情况 我们去其神问佛 或者是我们去拜拜 那么带着这些恐惧去做 这些祈福或拜拜 或者是希望借由这个拜拜 或是这个信教 能够达到这个灵性上的平安 那当然是有一段路 因为目的就是在消除这些嘛 虽然说我们祈福 或者是说我们去拜拜 或者说我们不拜拜 我们是有心灵上的这个信仰 或者是说一种相信 它是能够快速的解决 但是这个也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去化解的部分 好 那么我不如先来举一个例子吧 这个例子呢 是在一个这个春节前夕 那么一个大陆的学生 紧急的呢 需要协助 那么当然是在现在一个 非常这个焦虑跟害怕 他因为我没有办法过去啊 我一这个连上线啊 这个用视频 用这个啊 这个影音的方式呢 跟他联系的时候呢 没讲两句话就掉眼泪了 那当然大家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呢 是非常的情绪已经暴涨到这个眼睛上面来了啊 到暴涨到上面来了 那么这个很快就止不住的泪水就出来了 那么这个怎么样去到心灵上的或灵性上的平安呢 我们来说明一下 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呢 他叙述了当然有很多难受的地方 包括了他的男友跟他的另外一个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男性的伴侣之间情感的纠葛 这个难以去启齿的地方 难以去说明白 然后又苦闷在心里的这些感受啊 所以呢 他又觉得愧对两位这个男性的友人 又觉得自己无法处理 又觉得这样子的情况无法持续下去 那么种种的纠结呢 就在这个泪水当中爆发了 那当然这个中间当然是很仔细的聆听 这个中间这个技术我们就不说了啊 那么重点是回到了这个当他真的认知到 真的愿意接受到自己原本的样子 自己原本的人是 我讲的原本人就是他自己 最接受自己的这个状态 其实是一个很自在 非常这个坦白率真 那甚至有一点直率的这个 这个自我 当他真正接受到 这一个过程的自己的时候 那么他突然就有一个大释放 他突然就有一个大明白 那突然也自己承认了 其实这就是他自己解决这个事情最好的办法 所以呢 后来就有破涕微笑 而且呢 更有信心的去处理 所谓的这个纠结的这个关系 或是说情绪上面的问题了 那各位有听出来吗 那么这个怎么样去做到心灵上的平安的 是不是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 是不是他能够自然的 而且真诚的释放 当然这就是我的一个重要的工作 我们疗心 深度疗心的一个重要工作 就是让来访者 或是说让这个学生 他能够充分的 自由的 不带一丝一毫隐瞒的释放 这是第一要素 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这个也很多人都能做得到 甚至你的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也能做得到 所以这个并不是特别困难的部分 那么第二个部分呢 其实比较隐藏的 就是要仔细的聆听跟接纳 那这个部分呢 可能稍微难一些了 因为一般的朋友可能会有自己的意见 那么可能是要比较专业的 或是说比较要深入了解你的 他才不会带着评判的眼光 看你所描述的这些事情 那么当然这些事情很多都是难以其止 才会闷得这么凶嘛 闷得这么紧 那么第三点是最重要的 就是释放掉那一些所谓影响你 纠结你的这一些情绪感受 那当然再上两个单元 就是说情绪上的平安 这个单元我们也讲过了 那么大家可以欢迎可以回去 第二个主题啦 他在讲这个情绪上平安 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跟经验 好那拉回到今天这个主题来讲的是 心灵上的平安 心灵上的平安呢 在这个例子里面来讲 其实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 就是说要去消除这些 所谓负面的纠结的这些情绪感受 以及信念等等 我们才能够去到心灵上的平安 那在刚才这个例子里面呢 他去除了所谓的对于这些男性友人的这些内疚感 或者是所谓的这种无法处理的感觉 害怕对方怎么样怎么样 害怕自己无法处理怎么样 所有的这些害怕 他在一个真正的认清里面消除了 那就是哦原来我其实真的这种率真的给予率真的付出 率真的这一个表达这个才是我能够处理这个两个问题 三个问题四个问题 这样子的一个真正的解答 所以这里的光明感 这里的这种清晰感 会比那些纠结的感觉更来的吸引人 更来的有觉得有结果 有力量能够处理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回到要消除这一些负面的感觉 去到心灵上或灵性上的平安 我们需要找到某一种我们非常有信任自己的 本来就在我们心中的这种光明感 或者是一种确认的感觉 一种觉得有信任的感觉 那这个是我们才能够消除 从第一个例子里面来讲 如果你没有信教 你没有任何宗教信仰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虽然没有一定要信神 或没有一定要信教 但是呢 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一些清晰的 明确的光明的感觉呢 有的 这个是一直都存在的 虽然说这个眼前是有风暴的 或者是说事情是很难解决的 很难这个处理的障碍非常大的 那么未知的一种这个情况 等在我们这个面前 但是呢我们内在是不是有光明感呢 有的 那当然我们一个 可以说我是一个深度良心工作者 那么我们做这个导师的工作呢 就是帮助各位能够把你已经在内在的这个光明感 或是已经很明确的 已经有一个你非常自我信任的这个感觉 自我非常认可的感觉找出来之后放大 放大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像光明一样光明一来黑暗就走了 如果这是一个足够光明的感觉 啊 那么他来了一定能够扫除 这个你这个眼前这些黑暗的感觉 虽然没有办法一定全面都能扫除 就要看这个光源大不大了 然后大家明白吗 这个光源如果够大的话呢 他扫除的范围就大 很简单的道理 当然如果这个光明的光量不够不太够的话 可能只是一只小小的手电筒呢 他可能只能照下眼前的这个部分而已 那至少也空出一个空间出来了 你说对吧 啊 那不管怎么样 我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够大的 当然在刚才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跟这一位来访者呢 啊 这位个案呢 已经是有一段时间的熟识了 所以呢 我也很了解他会忽略自己哪些部分 他哪一些部分是真正光明的 但是他可能自己 呃在这个所谓的乌烟瘴气里面 在这种云黑烟这个弥漫里面呢 他一下子找不到自己的光亮了 找不到自己的光明路了 那么同时呢 呃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要伸出这个援手 那么来提示他一下 来询问他一下 来确认他一下 是否这个光明还是在你心目中的那个地方呢 还在不在呢 或是说提到这个感觉之后呢 他自己也能够下去探究一下那个感受是什么 然后自己燃起来这个光明感 所以其实我做这么多年的经验里面 我一再一再一再的发现 其实光明或所谓的有爱的感觉 有力量的感觉 一直都是在自己心里面的 如果你自己心里面没有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生一个给你的 也没有可能真的可以帮你走出来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力量真的不是来自于我 是来自于你 你里面的力量就你自己出来 如果我生一个给你 是不是真的的话呢 那么代表你里面是没有的 那我就要一直生给你 这个是很很费力的一件事情 因为除非你里面有 那么这个才是真正光明的 真正的一个实相的存在 好吧 那以上藉由这个例子呢 来讲一下就是说 对于大家可以用这个例子来想一想 怎么样是可以走出来的 怎么样去到心灵上的平安 这心灵上的平安 跟真正有光明面的你 真正有力量的那个你 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 能够解除呢 如果有的话 那么欢迎各位呢 也在自己遇到这个任何困难的 或是难以解决的情况之下呢 去用这样子的这个思考模式 或者是说这个应对模式想一想 那么在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讲真的 如果我们也有去拜拜 信教 或者是去有某种信仰的时候呢 我们怎么样做虔诚的祈祷 才是对于心灵的平安 或者灵性的平安 真正有帮助呢 等一下跟各位来讲一下这个例子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